我们认为一些企业出于自身的布局调整 开拓新的市场等方面的原因来调整它的生产线 应该说这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 那么我们欢迎外资企业来划投资 也尊重市场的客观规律 那么我们也想下更大的力气 创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 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也不会变 那么中国现在是将来依然是外商投资的热土 近年来我们不断加大 对制造业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和知识的力度 那么帮助企业排油简单 确保重点外资项目进得来落得下 经营得好 那么据不完全统计 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 10亿美元以上的重点外资项目 近60个 那么总投资的额呢 超过了2000亿美元 涉及到电子信息 化工能源 汽车 等重点领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就是这里 无论的这些会计划 帮助传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